詞曲 李宗盛 像我是對我自己的父親 像我也常常在想說他需要什麼 怎麼樣讓他開心一點 那上一次我帶我父親去環島旅行 就我跟他 那我就覺得說他很快樂 因為小時候他帶我出去玩 長大我帶他出去玩 當然小時候也是一樣會 我也很 個性也不是太好 爸爸也是會教訓或者是幹嘛 但是畢竟還是爸爸 因為天下無不適的父母 那做什麼都是希望你好 各位好 歡迎來到大愛惠客室 為您推薦的好戲 春暖向陽天 今天在節目當中的話 邀請到這兩位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我們的本尊 吳福川師兄 主持人好 前幾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繼續歡迎的是趙俊雅 主持人好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俊雅 我們在詞記裡面常常講說 要有這個常喝四神湯 知足善解 感恩包容 你會發現說我們有時候在事情的當下 你說要去善解包容的時候很難轉得過來 但是我知道說媽媽似乎在爸爸很負責任 很為家裡面打拼的這件事情上面 從小是不斷的灌輸你對不對 對媽媽她是一個非常我們常說很傳統的 那我爸爸說什麼他就說一不二 就是很配合爸爸的說法或者爸爸的作法 他都非常配合 對於那爸爸有時候在小時候印象中 他就是經常不在家 但是媽媽她從來沒有抱怨 她對爸爸是從來不抱怨的 那後來也知道了 照說其實爸爸 我們爸爸其實也是一個很溫文如雅的人 只是說有時候就是一直一心一意 想說要如何把在外面 有打拼一個天下 然後來照顧這個家庭 其實他的用意也是這樣 只是我們那個小時候就是 沒辦法去體貼有這樣的一個爸爸的心意 所以你看你自己在創業的時候 也曾經這樣一頭栽入對不對 覺得說身旁的人了解你的話 應該能夠去體貼你的忙碌才對對不對 所以這個部分我發現男生 在為事業而打拼而衝的時候 都會有類同的做法 所以其實你是像爸爸的對不對 某些程度來講的話 我應該是爸爸和媽媽的綜合體 綜合體 其實像俊雅現在演戲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忙碌 尤其是跟我們一般上班族的這個作息會不太一樣 跟家人的相處 父母親啊兄弟姐妹肯定也是不太相同 看到本尊如此 您自己本身怎麼樣去珍惜跟家人的相處 因為我們有時候拍戲一忙起來的時候 回到家也許沒有很晚了 十一二點 但是家人已經睡覺了 那隔一天我們要出門的時候 也許家人也還在睡覺 就還沒有起床 那當然有時候忙起來的時候相處會比較少 但是呢我現在面對的就畢竟是父母 父母都會比較包容 那知道說你在忙著工作忙著正事 所以當然不太會有太多的抱怨 但是你剛剛主持人剛剛說的就是說 等到一個男孩子陳嘉莉耶 他去打拼的時候 常常在用心經營外面的事業的時候 當然希望獲得另一半的體貼 這是首要的 那其實還有一個比較麻煩的事情就是說 如果生了小孩子 對不對 因為你希望說有多一點的時間可以陪他 教育他 照顧他 這個地方是 好難抉擇 對 比較難兩全的 所以聽到俊雅這樣講 我們觀眾大概也更能夠去感受到說 為什麼後來師兄 你會很體諒爸爸在早期那樣子的一種選擇 不常在家 不過後來我發現你跟爸爸的感情好到 其實會很事事向上去替他希望他的晚年生活是快樂的 會特地去幫爸爸找到那些老朋友 怎麼會去想到這個點 那那個時候就是看到有時候看到爸爸他心情在苦悶 那我們當孩子的就是一直在想說他有什麼方法能夠讓他 就是心情開朗一點 其實那時候還是論連他比較細心 他會想到 想到說 那是不是要找一些他 平常跟他比較熟悉的 或者他老朋友 那也來跟他 聚一聚 聊一聊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可以 如果這樣子可以改善他的這樣的一個平常的一些心情的話 那這樣應該這樣做是非常有必要這樣做的 那是論人想出來的方法 是 我看到這一段戲的時候 我自己個人是還滿感動的 因為我們都還算年輕 就是對父母有時候真的少了這種貼心 不太會去知道說 爸爸媽媽他們到底需要什麼 俊雅在演這段戲的時候有沒有特別的感觸 而且我發現你在戲中常常落淚 是 這個 這個父母這一塊 是比較容易觸動我自己的 對 而且這個故事有一些地方 跟我家的狀況還滿接近的 像我是對我自己的父親好像 我也常常在想說 他需要什麼 怎麼樣讓他開心一點 那上一次我帶我父親去環島旅行 結果我跟他 那我就覺得說他很快樂 因為小時候他帶我出去玩 長大我帶他出去玩 他開著車 就是我們交換開車的時候 其實現在長大一定都是我開嘛 但是給他開 然後聽他講話什麼 也是神采飛揚 我覺得有時候 這些這也不叫工作了 這個叫做 這個叫我應盡的一個責任 對不對 我們的父子 父子 傳承 傳承 你把我養這麼大 當然小時候也是一樣會 我也很 個性也不是太好 爸爸也是會教訓 或者是幹嘛 但是畢竟還是爸爸 因為天下無不是的父母 對 那做什麼都是希望你好嘛 那家人能夠 不管你做了些什麼 能夠包容你的 一定也就是家人的 對 那長大如果有一點點能力 有一點點時間 我也是希望說多陪一下他們 親子親子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凡事過去或許有什麼不諒解 或者是有什麼樣子的衝突的時候 其實出發點都是一個案 其實這是在我們劇中 其實可以常常看得到的 那俊雅這麼忙 爸爸媽媽其實有沒有常常說 就常常回來了 不想問我回來了 他們也很想看到你吧 有吧 但我家其實也蠻傳統的 那有一些話也不見得會講出口 對 那像我去當兵 我在外島 那家人一定是就是會擔心啊 會不捨啊 或者是會有一些什麼想要叮嚀的啊 但是也 都沒開口就對了 比較少啦 那甚至自己也不是很想開口啊 我記得我第一次從外島放假回來 然後要再回去服役的時候 我會出門的時候 我家的狗一直叫 叫得好像很不吉利那樣 我也不知道我到外島會怎麼樣 但是我也想想說 是不是我該要跟我父母 講些什麼比較感性的話 但也是深深呼吸 然後牙一咬也就出門了 所以我是希望這樣子的 我們演繹這樣子的故事 演繹這樣子的劇本 是希望讓一些朋友看了以後呢 能夠有一點點感動 然後可以對身邊 不只是父母啊 就身邊你愛的人 愛的事 就是不要太吝嗇 告訴他們你們的 就是我們自己的感受 感情 而且做人子女的 其實要自己先主動的 去表達那份貼心 但是畢竟無常會出現 人會漸漸的凋零 當父親要離開的時候 我想瑞蓮師姐跟福川師兄 也是要在慈禧當中 去學習一些生史觀 來看待父親的離去 他們會怎麼樣做呢 我們來 請大家明天繼續收看大愛劇場 春暖向陽天 也感恩兩位今天的分享 感恩 謝謝 謝謝 感謝您收看 今天大愛會客室 我們明天見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趙俊雅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禁思語是 孝順要及時 行善也要及時 我在春暖向陽天裡面 誓言吳福川師兄 那我從吳福川師兄的身上 學到了要趁自己 有時間有能力的時候 多珍惜跟家人的相處 要趁自己有時間有能力的時候 多做一些善事 藉由這樣正面的想法 獲得一些更正面的力量 從改變自己開始 從而改變世界 以上和大家分享